大家好,欢迎来到Revy的美食厨房 今天和大家分享紫薯糯米糍的做法 做出的糯米糍皮薄馅大,软糯香甜 放凉了也不会硬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准备两个紫薯,大概是300克 把紫薯去皮 切成大厚片 放入蒸锅中,蒸20分钟左右 20分钟之后,我们用筷子试一下 如果能轻松的戳透,就证明已经蒸熟了 趁着紫薯还热的时候,加入20克黄油 两大勺重奶油 把紫薯压碎 这样我们的紫薯馅就做好了 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 30分钟之后,揉成30克一个的小球备用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糯米皮的部分 糯米粉120克 玉米淀粉40克 糖粉40克 水300毫升 这个含水量是相对比较多的 含水量多的糯米皮不仅非常软糯 而且操作起来也非常的容易 搅拌成糊状 再加入30克的椰子油 搅拌一下 我们准备一个大碗 在碗里面涂上一层油 把刚才搅拌好的糯米糊过筛 倒入碗中 盖上保鲜膜 在上面戳几个洞 帮助它透气 水开后上锅 蒸20分钟左右 20分钟之后取出 现在油和糯米团是分离的 我们趁热把它搅拌一下 把油和糯米团混合均匀 搅拌好之后 搅拌好之后 稍微晾凉 我们开始制作 直接取一块糯米团 撑一下 大概是40克左右 这个糯米团非常的软糯 好操作 我们只要把它捏薄即可 放上准备好的紫薯馅 轻轻的向上推 慢慢的收口 滚圆 放在椰蓉里面滚一圈 让它均匀的沾满椰蓉 这样一个紫薯糯米糍就做好了 我们来切开一个看一下 这个皮非常的软糯 掰开看一下 里面皮薄馅大 软糯又香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点赞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